这一句下马威很是管用 自古横的都怕狠的 狠的怕不要命的 民间都说杀猪将筷子手是最辟邪的 那是因为他们杀气重 到这山里打交道也是这般 山路虽然不是我开 但是借你条道走走别拦着 拦着的下场就是打你个死无全尸 这是最后面会遇到的小鬼们的警告 这片山常年不见日光 到处阴森森的邪气纵生 不出点鬼那才真是奇怪呢 对了时间 扎文斌决定还是按照罗盘指针的方位走 一行人面无表情的盯着脚下的路 白天再闹也不会怎样 晚上才是真正的难熬 走了约末五六个钟头 还真的上了山岗 这山越往上走越开阔 林子也没先前那么密了 找了处平坛的地方 准备安宜用渣寨 这里是一片光秃秃的山石 四周除了低矮的灌木 就只有两株老松树 离着不远有一处水洼 里头渗出的是甘甜的泉水 在这里只要明天太阳一出 就可以确定大致的位置 秋分前后的阳光不会偏差太大 山中多蚊虫 这季节又是最为燥热的时候 好在山里风大 速速带了香港出的清凉油 给每个人都抹了一点 几个男人负责搭帐篷 扎文斌则和唐远山观看这里的山势 扎先生 若是让您来选 依您的看法 会定在哪个位置上比较合适 扎文斌的手中是罗盘 道门看山定学 要先驾字 八门不偏 生死经修 开度经商 八门驾好 再依主人生前所作所为 求财求官求平安都有不同的讲究 再对照生辰八字和王辰八字匹配调整 最终才能遵循此处风水分布定下学位 现在答不出 晚上再看吧 你家先祖是怎么过世的 唐远山抽了口烟说道 人老了自然也就该去了 他是死于非命 扎文斌的话 让唐远山的脸色刷的一下就白了 想多问些什么 却发现扎文斌已经闭上了眼睛 晚餐很简单 每个人的饭盒里都是乱炖 速速下的厨房 抄子打去 这是港式火锅 林子里有不少野鸡在铺道 抄子寻思着打上几只 扎文斌没阻止 他也知道这俩人啊 闲不住 太阳已经落山 天色有些暗 抄子提着八一杠 带着大山进了林子 十几分钟后 几声清脆的枪响 又过了几分钟 抄子手中提着一只通体血白的大鸟 走了出来 抄子把猎物往地上一丢 说道 不过二十来米打了三枪才打到 真是有点怪啊 不过鸟挺大的 昌书是广州人 对于野味这东西啊 他是最喜欢的 已经流着口水说道 这山鸡是有够大的 赶上凤凰的 嘿嘿 扎文斌瞅了一眼 那山鸡的体型有些夸张 尤其是长长的尾巴 足足有一人手臂长 通体血白 头顶一撮红色的官毛 抄子一枪打中了他的翅膀 这会儿还没死 还在地上扑成他 抄子抓着他的脚到蹄站 准备去水洼边收拾收拾 哎 等等 扎文斌走了过来 蹲下去摸着那鸟的头 那鸟叫了一声 那叫声啊 有些悠长 持续了四五秒 拿下来 给我 这鸟吃不到 说完他就提着那只鸟 走到了一旁 从自己的袋子里 翻出了几瓶草药 涂抹在受伤的翅膀上 检查了一下 看样子 是骨头断了 我来吧 素素拿着一截绷带 那鸟搭了着脑袋 他用一块布 先蒙着鸟的头部 再用绷带细细给缠上 这鸟好漂亮啊 超四哥哥好讨厌 为什么要打他 我一下去就看见他了 蹲在树上盯着我 冲我叫唤 这么明摆着挑衅我的枪法吗 他要是不想让你打招 你一辈子都不可能摸到他的边 那棵树上应该是有幼鸟在 和人一样 这东西互自心切 你咋知道 扎文斌放下手中的大白鸟说道 你打这鸟的时候 可是在梧桐树上 没错 是颗梧桐 抄子肇时说道 这鸟就是白凤凰 非沉露不饮 非嫩竹不食 非千年梧桐不息 和凤凰鸟不同 凤凰是火之精 也就是太阳鸟 古人只觉得它像凤凰 却又通体雪白 就称为月亮鸟 在我们天正 白凤凰又叫做勾魂鸟 通地府冥界 但是它又和三族禅一样 非宝帝不呆 此处指不定有什么大幕 唐老板的先祖 这时唐远山也走了过来 正听他俩议论自己 便插话道 好俊的鸟 唐先生祖上的确了得 这片地方有白凤出现 必定是有龙穴即将破土 以我看 盯着先生祖坟的 恐怕不止我们这群人 哦 难道还有别人 不一定是人 说完 扎文兵掀掉那鸟的头罩 摸着他的翅膀 低声说道 不小心误伤了你啊 得罪之处 多多包涵 又转身对抄子说道 好生养着 别给弄没了 留着 有大用 扎先生 离秋分之日还有一天 先生有几成把握 扎文兵把玩着手中的星象球说道 既有前人点路 后人照走便是 真看不出这十万大山里还有龙穴游走 倒是我有些眼拙了 先生能确定 先祖埋的是龙穴 凤半龙生 只是这龙穴有些特别 依我看 是条明龙的可能性大 晚上沾上一挂就有些眉目 唐先生 在下还有个不情之情啊 扎先生但说无妨 扎文兵看着唐远山说道 那幅画中的景象 我担心明后日会出现 若是我有不测 请唐先生 务必带我那几个兄弟走出大山 夜间 山区的温差很大 竹熊点了篝火 抄子用绳子摔着那鸟 为他吃喝 那鸟呢 只是扑在地上 一动不动 他没好气地拍了一把那鸟说道 你脾气比我还酱 鸟再不吃 明天就把你丢火里吃了你 抄子哥哥就知道吓唬他 速速走了过来 一边摸着那鸟的脑袋 一边说道 唉 好可怜的鸟儿 他闭着眼睛 用手轻轻地触摸这鸟的头 过了一会儿 睁开眼睛说道 抄子哥哥 他跟我说他得回去 他很担心自己的孩子 孩子 抄子哈哈大笑道 你是说鸟跟你说的 速速很严肃地看着抄子说道 是真的 他真的有孩子 就在那棵树上 抄子略带调侃地说道 好啊 那你跟他说 我去帮他把孩子接过来 要是他愿意呢 就把那干粮给吃了 话音刚露 那白鸟就扑扇了一下翅膀 接着真的就伸长了脖子 在地上着实起来 速速调皮地一边摸着那鸟 一边说道 我没骗你吧 你要说话算话哦 哇 老子真是信了你的邪啊 超子一边起身 一边提起手电 对大山说道 走 帮我照个亮 干嘛去 掏鸟窝 再次来到树下 超子用手电晃悠着 来回地照了一番 果真在里底约摸三十米高的一处树岔上 发现了个鸟窝 那鸟窝啊 大的有些离谱 还真有 超子嘀咕道 这小子摸出两把匕首来 梧桐树树干柔软 用石头都能轻易地砸出洞 他爬树的法子更是直接 用匕首直接插进去 来回交替 这手法呀 得相当好的臂力 超子就这样蹭蹭蹭地 往上爬了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